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星期你就可以吃到又嫩又新鲜的猫草了 怎么样 我现在给你拆枪看看这个猫草种子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袋猫草种子 有一斤重 总共花了5块6来包油 一会就把它种上 只需一粥就可以长出又嫩又新鲜的猫草 猫吃猫草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就是触消化 植物纤维可以帮助消化比较难消化的食物 第二个是补充食物的纤维和叶绿素等 第三个是可以吐毛球 猫草 猫咪每天舔毛清理 毛多的话会堆积在体内 猫草尖尖尖的部分可以吹吐 我家猫吃完猫草 就很容易就会吐毛 是不是偶像 没少吐吧 嗯 肯定都答应了 猫草 第四个好处就是清洁口腔 猫咪每天吃很多的食物 猫草可以帮助猫咪清洁 这些牙齿残留的渣者 清洁猫咪口腔作用非常明显 所以平时柴子官给猫咪摘中一盆猫草 是很必要的 有很多猫是不愿意吃猫草 你可以把猫草剪碎了 放在猫咪的食物中 让它一同吃下 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猫草已经快到20天了 所以它的四口性是非常差 猫咪也不太爱吃了 所以还是把它淘汰了 再重新摘种一盆新的猫草 不要了 哎呦 你还吃吗 不吃就到了啊 哎呦 还怕啥 哎呦 是不是老了不喜欢吃了 嗯 你应该玩吧 还没长出来再可以吃 嗯 就今天是愿意玩的 嗯 没事 你们先吃这老猫草 我们再给你摘种新猫草 让你们天天都能吃到猫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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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